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手指操到底有没有用 那除了手指操 有没有更好的手部锻炼的活动呢 大家好 我是罗西西博士 首先手部运动 对降低痴呆症的风险是有帮助的 保持大脑健康的主要有两个点 一个是要让他接受充足的信息流 一个是保证他营养方面的健康 也就是血管方面的健康 那这个信息流 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大脑充分的活动 有激活 那这个手指虽然让我们人体的面积比较小 但是呢 他动起来之后呢 他大脑的激活的区域其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古人说心灵手巧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第二点 那手指操到底有没有作用 那说实话 手指操呢 其实也是有用的 手指操具体应该做哪些动作呢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非常特殊的规定 一般来说 也就是做一些交指或者说对指 或者呢 就是手指逐一的收起来 然后呢 在每个手指逐一的伸出去 无外乎呢 就是这几个动作的变体 但是呢 罗希希并不是非常推荐进行一些手指操的锻炼 因为罗希希曾经向很多患者推荐过手指操 但是其实大多数人也就听一听 听的时候稍微做一下 过了一两天就不做了 所以罗希希是有实战经验的 那应该玩什么东西呢 那罗希希的建议呢 就是按照你的兴趣找到适合你的手指运动 那比如说呢 像很多的叔叔 他就喜欢去打牌 打扑克 就喜欢去打麻将 这个其实就是很好的手指运动啊 对不对 那麻将这样摸来摸去的 还有打牌要握牌 本身打牌下棋 打麻将呢 他也是很好的脑力锻炼 也增加社交 但是呢 要控制时间 有一些叔叔 喜欢在那玩核桃 玩核桃也是很好的方法 盘核桃的过程 又可以学习一些知识 而且这个盘的过程中呢 这个手指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正转反转 等公交的时候 你可以在那里盘盘核桃 但是呢 在那里做这种手指操 就非常的不合适 那像很多阿影呢 其实也可以选择 譬如说 打毛线1 如果你有这个喜好的话 那打毛线1 本身就是非常精细的 手部的锻炼 此外呢 还有一些通用的 譬如说 学一门乐器 尤其像弹弹琴啊 这种 或者说弹弹吉他呀 拉拉二胡啊 或者说 吹一些笛子之类的 这些就是很好的手指运动 我们应该关心的是 怎么样让我们的手指多动 而不应该过多的关注 我们手指应该以某种的形式去动 譬如说 一定要按照某一些 死板的手指操来进行 甚至呢 就是平时 喜欢打字聊天的阿姨 或者说 就拿这个手指去弹棉花吧 都可以 只要手指动就可以 这个呢 就好像罗西西之前 有推荐大家一些脑力锻炼 分两个流派 一个流派呢 是专门做一些提 还有另一个流派呢 就很多人很纠结 到底脑力运动 应该做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罗西西推荐也是 走出门就可以了 因为你走出门 就本身要解决很多的问题 你就要计划很多的事情 你看到有兴趣的东西 也会去了解一下 你会遇到熟人去聊天 那这个过程就是很好的 宽泛的脑力锻炼 怕的就是不出门 怕的就是不动手指 最后呢 罗西西还是要推荐一下这个核桃 因为我觉得核桃真的是一向非常好的 手部锻炼 因为这个核桃呢 冬天拿着也不会冷 因为它是木头的 夏天拿着也不会热 而且上面有很多天然的纹理 盘完了之后呢 它还有一些色质的变化 本身这个过程呢 也非常的有趣 真正的让手指 做到了无缝衔接的运动 我在闲的时候 也是经常没事情在那里盘核桃的 非常推荐 一对核桃呢 也就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 祝各位朋友们 天天能够动动手指 健康大脑 我们下期见 有什么想听的 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